大家好,我是开水 劳荣之提起上诉 最终的审判要等到12月份 一审的时候还是判处了死刑 当时劳荣之的三个罪名 故意杀人、抢劫和绑架 劳荣之认为自己的罪不该死 他承认了抢劫和绑架罪 没有承认故意杀人 所以提起了上诉 而在被害的六个家庭当中 没有一个家庭同意出具谅解书 甚至在南昌案中 家属放弃了赔偿 要求判处劳荣之死刑 劳荣之的二哥也说过 他愿意帮妹妹赔偿 哪怕是把房子卖了 也要赔偿人家 但是有一个前提 希望对方能够出具谅解书 放劳荣之的一条生路 虽然劳荣之提起了上诉 根据法院的说法 劳荣之逃亡了20年 没有去自首 也没有取得被害者家属的谅解书 因此改判的几率非常低 事实上劳荣之七条人命当中 所作所为根本就不是一个重犯 而是一名主谋 法子应在1999年被判处了死刑 只好劳荣之逃亡20年 被抓之后 却将所有的罪推给了法子应 说他是被法子应胁迫的 所以劳荣之求生欲也是满满的 因为在七个受害者当中 有四个是劳荣之用美色引诱的 其中最无辜的是一个木匠 他本身没有什么钱 而且也没有做错什么 就是因为法子应 想要在被绑架者面前展示他的手段 就把木匠骗来杀死了 而且手段非常的残忍 劳荣之曾经说过 他出去之后会努力的工作 而且还要通过众筹来赔偿受害者家属 可见劳荣之真的是很想活下去 在他们所犯的案子当中 他们两人分工明确 双方都是阻谋 当年法子应被捕 曾经七次的为劳荣之辩解 把所有的东西也往自己身上栏 可见法子应对劳荣之还是很有感情的 当初劳荣之追随自己的偶像法子应到外面赚钱 法子应也确实满足了劳荣之 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 没想到劳荣之被抓之后 居然把所谓的罪行还推给了法子应